好回到回到这个新闻的部分 今天的今天的各个报 看一下就是说 大概头版头条都是相同的主题 那看到这里联合报 联合报的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川普开炮 觉得谈判太慢 所以他威胁要加要加税 把原来的这个 这个百分之十的这个关税 一口气调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那联合报的这个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呢 大陆方面的准备呢 赴美磋商 那到底呢 川普开炮是他的一个惯性 你不要忘了就是川普在许多的 这个重要谈判的场合 比如说他跟金正恩 他和金正恩呢 之前的这川津二会在哪里 在在越南的河内 越南当东道主 越南也很想要当着东盟的这个 这个 东道主 过去这种的大型的会议 比如川津一会在新加坡 好像呢 在东盟的这些国家里面呢 新加坡最会办party 所以不管是过去的孤王会谈 不管是喜马会 马马席会 或者是川津会 那都选择新加坡 新加坡的借此呢 拉抬着自己的这个国际的形象 声望 能见度 这都是他广告的方式 虽然我 我办party我要花很多钱 但是 呃 那个广告收益呢 无价 所以新加坡很会办party 那每次新加坡办party 所以呢 越南的河内呢 也想办办party 也想提高自己的能见度 所以 经过呢 中国的居中的磋商 川津二会呢 就在河内 可是你记不记得原定呢 两天的见面 到第二天的时候 突然间嘎然而止 也没有任何的联合 联合声明 然后呢 这个川普呢 就就是呢 也没有告诉大家什么原因 川普站起来 walk away 就 川津二会就结束了 留下了一堆的谜团 本来 本来第一天的时候 哇 这个吃喝多多开心啊 这个川普呢 每次 川普很喜欢表演这一套 就是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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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这种猝不及防 前天的时候 哇 这称兄道道地的 觉得 甚至于觉得他跟 他跟金正恩 是好朋友 然后呢 这个香台顺欢的感觉 好像呢 呃 一切的这些呢 谈判的气氛 跟谈判的进度呢 都在那个schedule上面 可第二天 他突然间走 大家本来认为说 川津二会 应该会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吧 结果没有 就不见了 然后 金正恩呢 反正就不欢而散 金正恩呢 也就打到回回府了 后来去俄罗斯 去俄罗斯 也不欢而散 因为觉得俄罗斯 招呼不够周到 好 当然这是后话了 但是 但是我讲说 川普在 在和川普谈判的时候 你得要随 随时的提防 川普的不可预测性 当然他借着不可预测性 以及他自己作为呢 地球上面最有权势的男人 的这个谈判的优势 这个不可预测性 就完完全全回到了 中国人呢 对皇权时代的 那个皇帝的认知 我们有四个字说 天威难测 其实特朗普在玩的把戏 也没有什么 无非就是在玩那种 天威难测的把戏 我让你猜不到 我到底呢 下一动要干什么 我在想 想些什么 前一秒钟呢 跟你呢 这个就称兄道弟呢 下一秒钟呢 翻脸跟翻书一样 这些其实在我们的生活 或者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 司空见管 只是你没有 你没有真的遇到过 这种 站在呢 这种权力的点风 然后呼风唤雨 然后呢 自己呢 话罪给党 的这种的位置 但出现了一个疯子 他特别喜欢表演 天威难测的时候 那地球上面所有人 就是黄黄人不可终日 川普无非就要玩 玩这样的把戏 好当然 你看到联合报的下面 联合报联合报的下面 这边有列举2018年 那美国的贸易收 收支 以及呢 以及这十年来 那中美中美之间的贸易的 在进出口的情况 你看到这些呢 红红色 你如果看得到就就就看了 那看不到 你就听 十年的过去十年 中美的贸易的 进出口的情况 呃 除了在二零 二零零九年 那一年呢 是金融海啸的那一年 那一年呢 呃 中国大陆呢 对美的出口 那出现了减少的情况 那从从三千前一年的 2008年的3380亿 减少到2960亿之外 另外在2016年 2016年 那一年呢 也稍微的减少 从4830亿 减少到4630亿 但整体来一讲 这十年的时间 即使是去年 去年当当川普 已经 已经准备呢 要敲打中国的时候 去年 那 中国呢 对美国的出口 仍然的创新高 当然有人说呢 那个呢 那个是要 要赶运啊 就是趁着呢 这个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 全面开打的 这种不可预测心 之前的时候 能够出口的赶快赶快到 在在到货 所以去年呢 中国大陆呢 对于美国的出口呢 达到5400亿美美金 比在前一年 2017年的 5060亿啊 又增加了300 340亿的出口量 那美国呢 美国呢 对大陆出口去年 反而是减少了 减少了100亿 从1300亿减少 1200亿 所以再告诉你就是 去年2018年 当川普呢 祭出了这个 就是说贸易制裁的手段 贸易战的手段 祭出呢 关税 惩罚性关税的手段 但是呢 中美之间的贸易力 它持续的扩大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呢 又增加了300 341 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呢 却卷少了110 好 那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的气氛 使得2019年 尤其2020年 川普呢 即将要竞选年任 明年的11月 就是总统大选的投票 那距离现在呢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川普呢 就在呢 操作这一点半的政治气氛 好 那除了联合报之外呢 其他的 其他报 中国时报也是一样 那中国中国时报是把焦点的摆在摆在就说摆在台湾了 就川普变脸 我刚我我刚讲天威难测 那当当当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时候是因为领导人的会成为领导人的许多的领导人在性格上面 都是疯了 都是疯子 都愿疯狂的特质 所以有一本书就在讨论为什么领导人都是疯子 他不是因为我们讨厌他所以说他说他是疯子 而是确实有许多呼风唤雨的领导人 其实你从你从精神病学上面来看 可能都都有点都有点精神方面的疾病 但是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他却很容易选选出疯子当的领导人 因为因为要疯狂的能见度比较高 就像你在马路上面看到看到看到疯子的时候 你很容易辨识出来你甚至总会忍不住多看他两眼看他想要干什么 他容易吸容易吸引眼球 那他敢于去讲人家不敢讲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是事情 所以会让你觉得这个人 嗯不太说框架的限制 可能会把一个一个一个国家呢带到一个新新境界 因为因为其他人的都很无趣 太理性了 你理性就无趣了 那疯子呢比较有趣 所以当 你选择领导人 你觉得他是一个充决网罗 是一个呢 是一个嗯 不按牌理出牌的人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他可能是个 在精神病学上面来讲的有问题的脑袋 这个是民主 我认为的民主政治当中最大的风险 最大的陷阱 尤其像是美国总统 当美国老百姓的选出川普的时候 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灾难 那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好那川变脸 那大陆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呢 深变 因此呢 今年台湾的GDP 可能保二呢 都有都有都有困难 今年呢 蔡英文政府就会变成保二总队 必须要努力呢 去保二 虽然你看到蔡英文政府 也也不断的在灌迷汤说 哇今年是投资大爆发的一年 呃如何如何如何 好了当那个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产业呢 到了到了这个就是说 带与带之之间的更迭的时候 包括电子业啦 半导体啦 那这些的低润嘛 等等他都会都会一带一带之之间 他都会有一些的比较大规模的投资 那算一算之后 刚好呢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 会他有的时候就会有些周期性的 但是这种的这种的投资 他是不是代表台湾的投资环境变好 而有有有各种多样性的投资 那愿意回到台湾来生根落脚 还是在既有的产业当中 那因为他的产业升级 那投资规模的这个 就是现有的产业的投资的扩大而已 这中间的是不一样的 好那 自由时报也是一样的 川普突袭 寄出25%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股市有千股跌 那这个当然自由时报 只要碰到这种场合的时候 那一定要好好地表现一下 好那我们我们先把 先把先把川普的这件事情 先先稍微的 稍微的谈清楚 正因为正因为现在这种的 这种的这种的气氛 当你看到呢 中美贸易战突然间呢 又又又这种的峰回路转 本来以为柳暗花明 那突然间的前面又是一片的浓雾 你又呢伸手不见五指了 这个时候你要回头去关注 在上个礼拜五 在高雄 韩国瑜被质询 以及韩国瑜呢 在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所抛出来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虽然你也会看到今天的 今天的媒体 持持续的在烧烧这条这条这条新闻 各报都的都有了 但是我我准备开门报警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是 这联合报的四版 联合报四版朱立伦 为为这讲就是说 韩国瑜或许对于自由经济示范区 以韩国瑜的知识准备 韩国瑜过去的背景 他要很快的呢 能够去去掌握去操作去谈论去用这个概念去描绘一个愿景 对韩国瑜来讲可能有一点点的困难 但没有没有关系 我我认为韩国瑜是一个学习力很好的人 基本上面 嗯 他不止现现学现卖 就是他是自己有能力啊 去把去把人家给他的好的建议 他吸收了之后觉得哎他的脑脑袋里面当那个呢 那个开关被打开灯亮了之后 他自己会去深化 所以我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说 韩国瑜不要因为刚结束的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因为在媒体在网络上面 一片好不容易逮到机会 我要好好的修理你 嘲弄你 焉语你韩国瑜 践踏韩国瑜的那种的气氛 因此觉得过度的气馁退桌 那这是没有没有必要的 基本上面刚结束的这个周末 只是把韩国瑜呢 从过去过度呢 被造神神格化的那个位置 拉下那神神龛 成为一个一个人来开始 开始领导高雄 来开始参与政治讨论政治 好那韩国瑜虽然谈自由经济示范区 会谈的有一点点的KK 那因为这不是他的他的专长专业 但没有没有关系 我只是提醒韩国市长就说 你去年选举的时候 你手上拿着那两面棋 那两面棋 你不要你不要放下来 一面是九二共识 一面是男男合作 这两面棋 如果说要落实在政策上面 怎么样去落实 他是需要有一些的政策表达 这个政策表达 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认为是里面很核心的概念 所以自由经济示范区 当韩国瑜提了提了之后 国民党在在台湾的地方 有15个县市指证 可是韩国瑜抛出自由经济示范区 然后在上个礼拜五 当当在在议会质询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把那十几分钟的 执行人影片从头看到我之后 你你可能也应该回头去了 质疑一下就时代力量 说你们也断章取义的 太厉害了吧 我我我建议啊 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 当你要要去做自我凸显的时候 你不应该把自己打扮成那种卡提诺 狂新闻啊 或者老天鹅娱乐一样 用各种的剪接 用各种的戏剧性的 花俏的插歌打魂的 手手法 只为了自己想红 我觉得政治人物尤其在一个议会的场合当中 寻达或者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在进行呢 很有敏感性的对话的时候 你最负责的方式呢 就是原因重现 不要剪接 不要变造 不要加工 但是你所看到的媒体呢 有关于韩国瑜在在在高雄市议会的那个那寻达 主要的在在网路上面的流传 比如说昨天YouTube的排名的前十名的任门影片里面 最多的时候有七支 到我昨天下午看的时候前前四名 仍然是呢 韩国瑜呢 被消遣了影片 然后呢 那个呢 那个呢 翻翻白眼的正妹 当然爆红 赚到 可是那个翻白眼的正妹 时代力量所po出来的 韩国瑜的那个寻达的影片 那个很明显的就是只选择一段 然后 标签化的解读 那个对韩国瑜来讲是不公平 那个也不是一个入流的政治人物 即使你只是高雄市议员 那也不是一个入流的政治人物 跟民意代表处理新闻的方式 好 但是韩国瑜其实谈的KK的 但是朱立伦可以谈的很好啊 或者说昨天另外郭台铭可以谈的很好啊 这些的议题 自由经济示范区 你从你从川普的川普的川 川普和和大陆和习近平之间 开始要进行的一个深度的角力 川普昨天的推特出来了之后 他不是单纯对中国大陆施压而已 这波的施压 对中国大陆来来讲 他已经从过去之前的震撼 到接下去会有愤怒的反应 这个愤怒的反应 我判断中国会压抑 但是这个压抑会会使得中国对美国产生更深刻的不信任 会使得在过去习近平主席的谈到过的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 他会变得更明确 中国呢会更积极的想要呢去 去建构一个可能摆脱对美国依赖 以及呢挑战美国霸权的可能性 的那个企图心 就会变得更旺盛 中国人对于呢 对美国呢动不动 拿贸易手段呢来敲打 近乎羞辱式的敲打 就是我说了算 我就惩罚你 你想有哪一个被惩罚人心里面会舒坦 好吧 当你去年你突然间抛出说 哇这个贸易顺差太多了3700亿的贸易顺差我受不了 你就像就像我刚拿的数字 2018年中国对大陆 中国对对美国 美国的出口5400亿美金 美国呢对中国的出口呢 是1200亿美金 5400亿减掉1200 可怕不得了 中国中国对对美国的贸易 贸易顺差到4200亿美金啊 好所以川普不停的叫说 哇我们已经吃亏太多年了 每年都被他赚走呢 好几千亿 那那是对的 但是处理的方式上面来来讲 他可能真的不太了解中国 一本就是他的他的女婿 他的女儿可能花了很多功夫呢 在在在中国的市场上面 但是对川普来讲 现在似乎呢都不管用 好那我刚讲当你看到呢 国际的政治的飘飘荡荡的时候 你要回头去看待呢 台湾的总体的经贸问题 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的生存的命脉 那昨天那说朱立伦轰说 蔡总统混淆的是你的脑袋 这是混淆啊 不是混混蛋啊 你不要看错了 混淆的是你的脑袋 因为蔡英文说 如果设置金区之后呢 台货跟中货就分不清楚 可能会遭到美国的报复 就是made in Taiwan MIT跟MIC 那可能呢 MIC呢就会进来混水摸鱼 变成MIT出去之后 会使得台湾遭遇报复 那你听蔡英文讲 是他的鬼扯通 一个不同样的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就用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打这种的孔孔中牌 好像呢 只要跟中国沾上边呢 台湾呢就会呢 因此呢背黑锅 如果如果会有这种的情况 那只能够讲 就是说你蔡英文根本就 没有一个政府的管理能 能力 自由经济示范区呢 就会就会 因此呢就会帮中国开后门 那请问你那周围 已经有这么多的 经济深追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从2013年上海 上海决定要开自由 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由经济贸易区 到2015年的正式运作 我在我在当时 这算已经四年前 五年前的事情 我在当时也谈过 我说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真真替台湾痛心 因为台湾 比中国大陆 比上海的反应快 19呢 2011年呢就已经提 2012年就就开始想要做 但是全部呢 被民进党给搞搞死 被太阳化的给搞死 你看到上海做 而且现在全中国大陆 已经有12个 12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许多的城市主动的申请 都在都在开特区 他当然是一个经贸特区的概念 日本也做啊 韩国更早更早做 中日韩都在做 台湾不能做 蔡英文必须要去跟老百姓解释的是 这件事情 而不是每次呢 都打那种反中 恐中 仇中 恨中牌 把中当当作是 你一切无能的解释的终极解释 这是可怕的 你听朱立伦或者听 听昨天郭台铭 在轰鸣民进党 谈经贸问题的时候 那那个那个段位 当然就比韩国瑜要高很多 所以我一直觉得韩国瑜 因为他有他有167年的时间 基本上面离开了政坛 所以他对于高端的政治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他有他有需要再花点时间 再在学习 再进修下 这个是我为什么对于韩国瑜会有一点保留的原因 选总统这件事 选市长 我觉得韩国瑜OK的 好好的当个高雄高雄市长 让大家看到你的治理的能力 跟你的热情 跟你的政策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 OK的 当个好的高雄市长 我认为韩国瑜绰绰有余 但是要面对2020之后 台湾的一个大的变局 我认为今天 你硬要把韩国瑜推出来去选总统 你是在压苗助长 进广告回不了 好那现在的 现在的美中的谈判生变 我在我在看川普在做 做这些呢 法家弯式的转弯 因为他不是只有在这次美中贸易谈 本来明天要进行第十一回合 第十一回合的谈判 那上个礼拜呢 在大陆进行的第十回合谈判 本来觉得都很好 那美国的媒体官员面露微笑 觉得OK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但突然间又转弯了 转弯了就是川普呢 当然他要转弯 他一定会找个理由 说这个大陆想想想拖延 大陆想要重新谈判 既然叫做谈判 难道难道你开出来就照单全收吗 当然不可能 何况何况今天 从从大陆的计算方式来讲 说哇3700亿 4200亿的贸易顺差太可怕了 可是从那个是从贸易贸易涨算 如果你把包括金融账算算算进去 那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美国美国是全世界印钞机 美国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就是 因为因为美元在地球上面是超级强势货币 能够能够能够应美元是 也是美国的最大的权力 最可怕的武器 他决定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口袋 户头会变薄还是会变厚 当他的当他的 你看到的美国呢长时间承受呢 从从尼克森时代开始 承受了这么巨额的一个贸易逆差 每一阵的美国总统 每隔一阵子的就把贸易逆差的问题呢 弹的哇啦哇啦弹的呢 这样的一个天花乱的乱坠 讲的好像的贸易逆差 如果再不改善了 美国呢早崩溃了 可是美国有崩溃吗 没有啊美国 美国现在仍然是地球上面最强大的国家 如果如果是台湾如果是一般的一般第三世界的这种的经经济体 当然了怎么可能承受这么巨额的贸易逆差 一两年的就就垮 美国不会因为他是印钞机 因为他是印钞机 他 他和欧元 美国呢占了占了全全球的货币交易 美元占了百分之四十几 欧元占了百分之三十几 剩下的呢是英镑日元然后人民币这几个货币呢 在在share那样的一个小的小的板块 当美国是一个超超级的中央银行的时候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更何况 就像我之前之前引用这个大前研议的统计 全世界如果你要找十家最吸金的企业 吸引投投资吸引吸引就说呢 这这些 创投公司的资资金的企业 十家里面有有九家都在美国的系 他叫做有大量的人抱着钱丢丢到美美国 去当做去那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丢到美美国去试试看 全世界现在的 崛起的新兴的高科技领域 你不管是F4 F5 F10 里面的大概 大概八八家都会是美国的企业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叫叫叫所谓的叫所谓的贸易逆差 美国已经叫了好好几十年了 这个贸易贸易逆差其实只是美国的所有 你听你看你看你看是你看就说了五千四百亿的贸易额很大 可是占美国的美国的一年 对GDP来讲piece of cake 他只是放大把他当作是敲打敲打中国修理中国的一个筹码而已 基本上面 我认为川普 内心的盘算 就像他和金正恩见面一样 他最后的中级的盘算 决定要不要要不要翻脸 决定要发夹弯 只有一个就是说 当达成一个协议之后 对我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或者在这个时间点达成协议 对我到底是有利还不利 如果时间点我觉得不够有利 我就拖 我就慢慢跟你耗 反正主要的成本代价 又不是我在我在付 第二个 我真的要跟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吗 因为一旦签了一个agreement 因为川普他自己讲 他不要一个memorandum 他不要一个备忘录 他要的是一个agreement 当他要一个白纸黑黑字 有拘束力的协议的时候 这是川普要的 但是当今天中国看起来 真的准备要跟你签一个agreement的时候 他又反悔了 换句话说我认为agreement 也不是川普要的 就像他之前和金正恩 在河内见面的时候 大家觉得好像川普呢 是真心的期待 能够有一个呢 跟平壤之间的政治的突破 但是中国人同样有另外的一句的 一句的成语 我刚我刚讲的是川普的这种天威难测 中国同样另外一句的成语 其实稍微懂政治人大概呢 都都会用 小小到呢 这种地方的选举 国内政治 大到国际政治都一样 叫仰敌自重 就就是 你要 你不要把你的敌人都都杀光了 有敌人对你是很好的 有敌人的存在才会让你对内有筹码 没有敌 没有敌人的时候 没有敌人的时候呢 你反而可能很很麻烦 所以 不要把敌人 不要以为敌人呢 都都是要 化敌为友 或者呢 都都是要把敌人的都消灭 敌人的这个字会让你觉得充满战斗性 想去消灭他 但是 聪明的政客 不是要消灭敌人 聪明的政客 是要利用敌人 甚至要把敌人养在那里 如果要扩大一点讲 就就像这个 孟子的这个这个里面 里面提到的 内无法家必事 初无敌国外患者 国狠王 有敌国外患的时候呢 会会让你的神经呢 绷得比较紧一点 那 会让你的在内内部 就是说呢 转移了内部的压力 借着敌人的存在来镇压呢 内部的反对力量 会比较有有效 所以 养敌自重 我觉得Traumat 其实 很很懂这些东西 生意人大概都很懂 生意人大概都 都不会的努力的 让自己定于一尊 让自己大 让自己赢 让自己取得压制力 是对的 但是不会压 压到呢 把周围所有的竞争的对手 全部的都压死 所以Traum当他 当他 当他在 在表演他的天威 难测 当他在养敌自重的时候 他并不是真的想要 打成一个agreement 他其实就只是想要持续的去操作反反中排 以及反中排的另外一个副排 就是反朝鲜排 那这已经是 在Traum的崛起的过程当中 已经操作的非常的成功了 今天美国的国内政治 已经不分红 不分蓝 不分共和党 不分民主党 不分官方 也也不分了白宫 不不分了国务院 不分了国会 都一样 一个鼻孔出气 川普成不成功 很成功啊 但是 整个的国际政治 就非常的动荡 作为一般的事情小民 你就会觉得 哎 你没有 没有办法去判断 这些躲在那 椭圆形办公室里面 发推特的人 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永远是人为刀 刀主啊 你为娱乐 好回头呢 我们再来谈一下 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 韩国瑜到底该怎么办 尽管告会都了 韩国 韩国市长 当我我刚 我刚刚刚谈了谈了谈了川普 以及川普的动作上的一个思维跟分析啊 所以对于就是说 我之前我们讲过 就中美贸易战 他他不是呢 打一打 然后呢 就会结束的 不会 那个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课题 今天你生活在地球上面 如果你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那如果你是这年纪的 那我我估计你 你你大概 你大概接接下去 你有你有几十年的时间 你都会活在这种的 这种中美对抗的 这种的大的框架下面 这是大国政治的框架 那你如果设想这几 未来几十年都会是这样的框架 那你生活在台湾怎么办 你生活在台湾 如果你是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或者你要选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你认为你希望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治人物 可以让台湾 可以在这个大的冲突框架里面 让台湾的能够活得好 让老百姓能够活得好 这个是你要做的决定 那从中美贸易战 谈到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个呢 那个是一个一个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思维 比较比较符合台湾未来的思维 你听到了蔡英文或者说听到了苏贞昌 或者是听到民进党的惯性 民进党调子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困难 就基本上只要是你国民党提的 我统统反对 这个是民进党长时间 害台湾最大的根源 基本上他也不准备跟你讨论 他就能用用反中的理由 用仇中恨中抗中的理由 努力的呢 跟着川普一起去黑中国 黑完中国了之后呢 就觉得反正他中国已经已经黑了 黑完中国了之后呢 所以呢 所有政策面的东西 我只要反对就好 我不需要去解释 我也不用提对岸 台湾当然就是一直每况愈下 自由经济示范区 对于每个国家的意义不太一样 对台湾来讲 他有两个意义 你如果不太懂什么叫做自由经济示范区 简单讲 第一个意义是一台两制 你要你要说是一国两制也可以啦 换句话说 当我设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时候 在台湾就出现了两套制度 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头是一套 是完全跟国际接轨的 是松绑松松松尽可能的松到 松到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在自由经济示范区之外 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时空 他就是绑绑绑 他会有非常多的绑你要知道所有的绑 所有的捆绑都是因为不安全感 所有的松 所有的松都是为了要追求竞争力 那绑了之后呢 就会让你没有比较没有竞争力 那个弹性就不见了 但是你又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你只好就画一块去放松 能够呢让他有竞争力 一台两制 第二个概念 自由经济示范区 你也可以用一个很政治性的概念 叫解放台湾 因为台湾台湾现在困在 困在一中原原则之下 台湾要要签FTA 比登天还难 当我没有办法透过FTA 透过一个正常国家的形态 去提高我FTA的覆盖率 我的我的台湾的覆盖 只有百分之百分之八 八点多百分之九 韩国到百分之七十 日本也接近七成百分之六十几 台湾的覆盖率这么这么差 在台湾做声音声太痛苦 你几乎就在鼓励台湾人跑 除非是做高高科技 因为高科技有有很多的 在国在国际上面都还是零关税 那怎么办 那就用特区的方式 尤其让台湾 台湾过去呢 一直一直说国安有问题 马英九说国安有问题 因为高阶的人才不停的外流 那如果避免这高阶人才的外流 你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去年 去年我不知道你看懂没有 因为绝大部分显然 没有看懂那东西 大陆寄出会台三十一项措施 里面的分层呢 基本上就是四大项的人才 欢迎你们到大陆来 我帮你呢开开绿灯 欢迎你们你们过来 你们是高阶的医疗人才 高端的教育人人才 高端的金融人才 欢迎到大陆 台湾谢谢你免费帮我培养人才 那这些人才如果留在台湾怎么办 自由经济示范区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 战斗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通过准备 投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 都必须做好准备 不信任 年地上 我们是相当消费的